1月22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终于出现了一个 比较深一点的调整 收市跌了479点至29,448点 成交方面大概是2,440亿 上升的股份来说只有600多只 跌了超过1,100只 大市来说昨天也说过 成交一缩的话调整的风险就相当高了 今天再加上我们看到的图表 昨天恒指出现了一个好像十字星的情况 反映在高位已经是一个责幅增持 再加上今早是低高 令到前天都开始沽压涌现出来 整体来说大部分的股份都是向下的 我们先看看这几只重磅沽的表现 阿里巴巴虽然马云日前延伸 但是来说市场继续认为最坏的风 情况仍未明朗化 所以升了一天后回套两天 今天再跌了3% 到250.06 腾讯继续有向上的情况 今天升了1.25% 691元 有些消息就是说 有些可能想计划收购一些游戏公司 但是今天来说大部分股份下跌 值得许易市上升 其实都有一些 会不会是托着腾讯呢 而减持其他股份呢 事实上腾讯总台刘志平呢 也都是 昨天消息公布了日前已经开始减持 虽然呢 过去减持都不是新鲜事的了 但是始终大市升了这么多 整体要调整 那腾讯能不能够再上呢 其实这个 去到这个位呢 其实就需要 建议反而减一减磅 等回吐司再考虑 给它稍稳一点 另外呢 3690 这个美团就相当强势的 升了1.3% 到380元2毫 主要都是大行呢 是提高了目标价 9618呢 京东呢 今天回到1.3% 网易也是回到0.8% 其实今天最劲的股份来说 就是一些若名系 若名生物升了6% 又是继续破顶 2359 若名康德呢 就发明起了 升了12% 又是破了 record high 2804元 若名巨落呢 也是 创了上市新高 升了13.4% 啟名医疗今天都相当 凌厉 升了10% 好 那 整体的大市方面呢 就是 暂时来说 就没有什么 需要调整 可能下一个星期呢 有机会呢 就是要回来 再试大概 29000 先要补一下 裂头先 那 整体的市况来说呢 暂时都是要观望下 可能调整 就没有那么快 揭住的 可能要再调整一阵 但是有些股份来说 都不可以 是继续看好的 那 例如呢 6690 可以自家呢 其实呢 上市之后呢 都慢慢地爬上来 今天早段 虽然跟随大市上升 但是美段 又再抽上去上市的新高 是的 不是升了很多 升了0.8% 到35.5% 反应来说呢 这个资金都挺忠诚的 这一只股份 另外呢 1211 比亚迪 升了2.5% 那 其实呢 看到这个图表来说 它酝酿是想破顶的 有大行 唱好它的 调升了它的目标价 有些去到300多元 有些290元 但是呢 也是看到 昨天呢 公布配股之后 就是 回落了之后 就立刻有这个 买盘的吸纳 如果穿到 就是早前这个 大概260元 这个顶部的话呢 应该有机会继续再上的 那这股份呢 虽然在去年上升了很多 但是 就是 俗话说 升市都莫顶 那其他的股份来说呢 就是 也都是可以留下一些落后股 那比如呢 是春立医疗 今天虽然回套了0.4% 报25.1 但是看到呢 在大概20元 捉了个底部 那现在其实不是升了很多 如果追落后呢 都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只股份的 那另外呢 那今天的互联网医疗股呢 其实就个别发展 但是呢 这个板块呢 开始有多些人看好些 那阿里健康今天 就升了4% 报27.8 那 那半身股 京东健康也是呢 是升了1.7% 报168元 那133 是的 平安好医生呢 虽然今天是回套1.4% 那看来 但是他的势头来说呢 有少少是转好的迹象 那 要看看 始终他说 几个医疗设备医疗 互联网医疗股 京东和阿里来说呢 那个盈利率先都出现了 就是 但是 这个平安好医生呢 暂时都仍然没有盈利 如果一旦 他那个 盈利能够是 就是 扭规为盈的话呢 这个股份来说呢 上回这个 就是 100元 甚至乎是上回 更加高位置 就是 指日可待的 但是大前提来说 就是相信 一定要看回 他什么时候就出现了 真正能够转规为盈 好了 那就下个礼拜呢 回来 就会1月最后一个礼拜 相信其实恒指 未必呢 是再有力挑战3万点的 1月的旅头 因为始终 由1月头升到去3万 其实就升了3000点 其实相当之多的了 那反而来说 就有些追落后的情况 还有呢 下个礼拜开始有些新股的上市 市场的资金呢 可能就要聚焦半新股 或者是新股上面的 是的 那就今天的收市分析 暂时就这么多